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来进行第一部分 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派蒙这个项目 派蒙它是一个流皮一体的数据壶格式 它是大数据架构里的一个存储格式 在谈到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存储格式之前 我们肯定会要先谈到大数据架构的一个眼镜 大家都知道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我们早已步入了大数据时代 那用户在使用这个企业的各种产品的时候 它就经常会产生比如说点击购买之类的行为数据 那如何将这些行为数据高效地进行处理以及存储 那方便我们的下游的业务部门来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然后根据分析的结果去修改他们的业务决策 那这个是大数据架构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最传统也是这个最常用的这个大数据架构就是离线数仓 那离线数仓它主要是通过一个这个定时调度的方式 来把这个上一个时段产生的这个数据进行统一的处理 那离线数仓的一个好处呢 它是虽然它的架构相对比较简单 但是它这个P处理的思想基本上可以应用在所有的数据场景里面 而且呢这个离线数仓它这个中间层的数据是可以被方便的查询的 那这样子就给这个数据的可复用性带来了一些好处 那另外呢很多这个离线作业它是比如说按每天进行调度的 那你夜间执行的作业就可以提高这个集群的利用率 但是离线数仓一个最大的痛点就是它的延迟比较高 因为这个作业的调度还有这个进程的启停它是有一定成本的 所以说你的这个调度频率不能够太高 那大部分的离线作业呢通常是比如说每小时甚至说每天调度一次 那你的用户就只能够看到上一个小时或者说昨天的这个数据 那这对这在一些这个对实践性要求比较高的场景 比如说这个电商的大促或者说这个异常行为的监测 这些场景底下就不太适用 那另外呢这个传统离线数仓的这个数据更新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离线数仓它是主要是以这个数据的统一处理为主 那所以说如果我要更新数据的话 那我只能够把数据从这个现有的这个分区里面先读出来 然后再和我新的数据进行这个合并的计算 然后最后再把我新的结果写回这个原来的分区里 这个就是一个分区的这个overwrite 也就是复写的过程 那这样子的一个更新方式它的成本就会相对比较高 那这个随着这个flink等这个流计算也能出现 那自然就出现了这个另外一种这个大数据架构 也就是实时数仓 那实时数仓呢它主要是以这个消息队列作为中间存储的 那这就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离线数仓 它的这个延迟比较高的问题 但是这个消息队列里的消息队列里的数据 它这个不能够被很方便地查询 那这就导致了这个数据的可复用性 以及这个问题数据的排查会有一些问题 那另外呢这个流计算当中呢 通常会涉及到各种状态的计算 那它的这个计算和存储成本和离线数仓比起来 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所以说在企业里面这个目前的这个大数据架构 主要还是以离线数仓为主 那可能它只会把一些重要的作业去迁移到实时数仓上 那这样子的这个两条并行的这个呢 又就是变成了我们所谓的这个LAMDA架构 那同时维护两条数据链路 又会带来这个额外的维护成本问题 那有没有一种折中的方案来这个融合这两者的好处呢 那这个其实就是派盟的愿景 那么将这个派盟作为这个流逝湖仓的这个中间存储之后呢 对于离线数仓的用户来说 它可以不去改动它的这个计算链路 它就能够自动获得这个这个低成本的更新能力 那而且它的这个中间层数据仍然保持这个 可以为方便查询的这个可复用性 那另外呢这个后续如果它还 如果它对这个时效性要求变高了 那它也可以借助这个流计算引擎的这个能力 来让它的数据这个以分钟级的延迟 在这个流逝湖仓里流动起来 那另外呢它也可以选择把这个常见的一些数据操作 比如说这个数据的打框数据的聚合 下推到派盟存储里 那这样子去降低它的这个计算成本 那最后呢 这个因为不管你是流作业还是批作业 他们的这个产生的结果数据 都由派盟进行统一的存储 那用户就不需要维护两套存储了 那这样子这个它的维护成本也会变低 那这个对大数据领域有一定了解的朋友 可能会知道这个数据湖 它不是一个这个新鲜的概念 那在派盟之前也有很多其他数据湖相关的项目 那么派盟的这个优势大概体现在哪里呢 那为了达成上述愿景 这个派盟在这个更新的性能 以及这个与这个流计算的结合上做了很多努力 那在派盟之前呢 这个数据湖的更新 它主要是遵循着一种增量加全量的这么一种思路 那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先把这个我的增量数据 先额外地写在另外一个文件里 那等到我这个合适的时机 我再把这个文件和我的全量数据文件进行合并 那这种合并方式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写放大 但是派盟呢 使用的是LSM3这样一个分层的数据结构 那当我这个合并这个更新数据的时候呢 它绝大多数情况下 只会影响那些比较底层的 也就是说比较新的 比较小的这个数据文件 那这样子就在这个读写的效率之间 做出了很好的平衡 那另外呢 这个对派盟这个项目本身有了解的朋友可能会知道 派盟本这个 派盟的前身是这个Flink的子项目 Flink Table Store 那所以说它从设计之初呢 就这个对流计算有非常好的支持 那这个包括说派盟支持流毒流血 派盟也支持像这个数据库产生Bean Log一样 这个产出代表这个表里面数据变更的Change Log 然后供下游进行流失消费 那最后呢 这个派盟的国内社区也是一个非常繁荣的社区 那我们有大量的这个国内的贡献者 以及国内企业来参与我们社区的共建 那这就保证了国内用户在使用派盟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了什么问题 它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直接的沟通 以及比较及时的一个解答 那接下来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 派盟的几个典型应用场景 那首先是这个CDC入弧 那这个CDC入弧 派盟为了这个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性能 以及这个做到一个比较简化的架构 那我们在这方面也是做了很多努力 那首先这个比如说用户可以 只需要执行一条命令 就可以启动这个整库入弧的这么一个作业 那这个它的这个 就是入弧这一层的架构就可以比较的简单 那另外得益于这个派盟分钟级的延迟 以及这个高效的更新能力 派盟可以这个 通过派盟这个进入这个数据弧的数据 它可以做到一个快速的查询 那最后呢这个派盟提供多种这个数据的更新方式 那用户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对数据进行打宽 还是聚合等等操作 那第二个场景就是利用派盟构建流失链路 那这个派盟它支持这个产出完整的变更数据 然后给下游进行流失消费 那这样下游就可以直接进行聚合等计算 它就不需要对数据进行去从 那这对这个流失链路的构建是比较方便的 那另外派盟还具有很多这个消息队列一样的功能 包括说消费者机制 那包括说它可以这个给变更数据单独设置生命周期 那这些这个包括可以像卡夫卡一样 就是给这个变更数据这个设置更长的生命周期 那这些都可以帮助用户去构建一个轻状态 低成本的这么一个流失链路 那另外一个场景呢是这个急速的OLAP查询 那前两个场景是我们让数据在这个数据壶里流动了起来 但是你数据最后还是要被沉淀下来被查询 那所以说派盟在查询这方面也结合这个查询已经做了很多努力 那比如说派盟支持这个ZO的索引还有Deliction Vector等等的这个优化 那结合查询引擎就可以做到一个很快速的查询 那另外这个派盟也是一个引擎中立的这么一个弧格式 那不管是流皮计算引擎还是说查询引擎 它都能够在派盟上得到这个蓬勃的发展 那包括说Flink,Spark,然后Hive,StarRocks,Trinol 它都可以在派盟上进行很好的查询 那以上就是对派盟这个项目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想来谈一谈这个派盟的孵化之旅 那首先是我们将会理清为什么我们选择加入孵化器 那再接下来我们将会简单地回顾一下派盟的孵化时间线 那以及最后我想谈一谈这个派盟是如何构建自己的社区 那正如刚才所说派盟的这个前身是Flink的子项目Flink Table Store 那在这个讨论接受派盟进入孵化器的邮件里面 Justin老师其实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他说派盟为什么不继续作为Flink的子项目去发展 那另外因为当时大部分的贡献者其实来自于Flink社区 对这个Apaq项目的运营以及Apaq基金会本身都有比较好的了解 那为什么不选择这个直接成为一个顶级项目而是要走孵化流程呢 那大家知道成为Apaq项目的方式其实不止孵化这一种 那比如说最近另外一个和Flink关系比较大的项目Flink CDC 他就通过了这个Flink子项目的方式捐赠给了Apaq基金会 那所以在这里我想简单地把两个项目当时的情况做一个比较 来阐述一下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走孵化这个路子 从这个应用的场景来说 判蒙虽然说最开始判蒙是希望拓展这个流失数据壶场景 那去优化现有的这个数据壶格式的一个更新性能 但是这个数据壶作为大数据领域一个比较新的架构 它的应用场景其实不局限于流计算 所以说判蒙希望做一个计算引擎中立的一个共享的壶格式 能让这个不同的计算引擎产生的数据都能够被这个其他计算引擎所读取所分析 那所以说判蒙决定从Flink里面脱离出来 那作为一个单独的子项目来孵化来继续发展 而这个Flink CDC它的这个应用场景 是解决把这个数据从比如说数据库 然后消息队列之类的数据源 而摄取到这个Flink计算链路里面的这么一个问题 那它的应用场景呢 是和这个Flink本身是有一个比较强的关系的 所以说作为这个Flink的子项目来发展可能会更加合适一点 那另外这个项目所处的阶段或者说项目的成熟度 也是我们决定进入孵化器再继续历练的理由 那这个当时判蒙在加入孵化器之前 其实只经过了大概十个月的研发时间 那当时是刚刚发布了第一个生产科研版本0.3 还有很多的核心功能正在开发当中 那当时我们的社区规模方面 我们也是只有大概30个贡献者 以及大概400个STARS 那这些数据可能只有一个典型的Apache顶级项目的领头 所以说不管是从产品的成熟度 还是从社区的成熟度来说 可能都还没有达到一个典型的Apache顶级项目的这么一个情况 而这个Flink CDC它在捐赠之前 就已经经过了四年左右的研发 那当时他们也是有100多位贡献者 以及5000多个STARS 那他们的产品方面也是发布了2.0和3.0两个重要的版本 而且他们的这个社区里有许多成员 也来自Apache社区 那么他们对这个整个项目的一个管理也是比较了解的 那从这些数据可以从一定层面上 这个表现出这个社区的以及项目的这个成熟度 所以说Flink CDC它即使不以这个子项目的方式去捐赠 可能也是非常适合作为一个顶级项目的条件 那以上就是我们选择加入孵化器的理由 那接下来我们就简单地回顾一下帕蒙的复化时间线 那帕蒙从2023年3月开始加入复化器 到这个2024年的这个项目毕业 那中间的一年时间里 无论是这个项目本身还是社区的规模 都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发展 那从这个项目本身来说呢 帕蒙在这个复化的期间这个发布了0.4到0.7 第四个重要的版本 这个也是挤身这个数据湖四大格式之一 那获得了这个用户的肯定 那从这个项目的规模来说呢 这个 派蒙 从项目的规模来说呢 这个派蒙从30名左右的贡献者 然后500条左右的Commit 然后和400Stars开始 那在毕业的时候已经有这个130名左右的贡献者 然后2300条左右的Commit和1800Stars 那并且在复化过程中也这个吸纳了八枚新的Commit 那派蒙的复化过程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 那这个可能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最初的贡献者们 对这个项目的运营可能比较熟悉 那这个 在我们完成了这个项目的迁移 以及这个邮件列表 然后GitHub Issue列表等等的这个搭建之后呢 这个项目的贡献者们除了继续 给项目这个添加这个核心功能之外 也比较注重这个社区的一个发展 那这个我稍后会展开的讲一讲 那我个人感觉在复化过程中比较繁杂的一个点 是这个第一个Incubating版本的这个发布 那其中比较重要的点是这个各个依赖向这个License的检查 那派盟因此这个发了六个RC版本才通过了这个第一个Incubating版本 不过这个我想正是因为这样繁杂的检查 然后才能够让项目避免日后可能碰到的麻烦 那我想这也是开源界新人Apaq品牌的这个理由之一 那当然这个有志于加入孵化器的朋友 其实也不需要担心 因为这个项目的导师们都会非常详细地指出拒绝一个RC的理由 那所以说虽然说这个发布的过程比较的繁杂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向着这个一个很好的方向在发展 那接下来我想稍微谈一下这个派盟是怎样勾建自己的社区 那这一点我想从我们本次活动的名称Community Overcode出发来谈一谈 我个人对Community Overcode的理解就是社区大于代码 那当然作为开源项目来说 这个代码的贡献肯定是非常重要的贡献之一 但是对于一个Apaq项目来说 这个对社区的贡献和对代码的贡献其实是同样重要的 这一点无论是从软件工程的角度 还是从这个项目运营的角度来说 其实都是这样的 从软件工程的角度来说 这个小代码其实只是开发的过程之一 它需要以这个用户的需求为基石才能进行 那从这个项目运营的角度来说 我们这个开发的软件最后还是要为人服务的 那如果用户不再使用我们的软件的话 那我们写的代码也就其实只是一堆字符而已 那这个事儿其实和Apaq基基金会选择 哪些项目可以加入孵化器的标准 其实是吻合的 那可能Apaq选择的 它可能并不是这个领域里 比如说解决方案最好 或者说技术最先进的方案 但是它的这个项目的社区一定是活跃的 那因为只有这样子的项目 才能够持续的这个吸纳新的用户 然后获得用户的这个意见并持续进行改进 那也就是只有这样才能够持续的 获得新的贡献者 然后让项目长久地发展 那所以说这个社区的构建问题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是如何吸引用户 然后另外一个是 如何将用户转化为贡献者的这么一个问题 那PiMu的社区是从以下这两个方面考虑的 那第一个方面其实是 如何发掘社区贡献者的这个才能 那作为PMC的成员 我个人感觉社区工作可能和那种管理工作 可能有一点点相似 就是你经常需要从这个社区里去发掘这个 贡献者们不同的才能 那比方说这个我们的项目有一个这个官方网站 它需要进行宣传 然后或者说我们的项目需要一个详细的文档 然后它要向用户去介绍这个项目的特性 那又或者说我们需要有人在有一件列表 或者说在这个通讯软件里面对用户的这个疑问进行解答 那这些事情虽然在一看好像和这个项目的核心代码 它没什么联系 但是这些事情都能够帮助这个用户更好地了解这个项目 去用好这个项目 那也就从而能够帮助我们去扩展社区 所以说他们也是和代码统整重要的贡献 但是其实社区的贡献和代码的贡献 它并不是那种完全分离的两个类目 那在很多情况下通过吸纳或者开发子项目的方式 我们可以去吸引到许多有不同其他方面的专业技能 而且对开源社区很热心的贡献者的加入 那比如说派门的两个子项目 这个派门Web UI和派门Rust 它就吸引到了许多对Web或者对Rust 非常了解的贡献者的加入 那这些人才是派门仅作为一个数据户格式 所难以吸引到的 而且这样的子项目呢 它其实也从事实上帮助派门去提高它的可用性 而且就是打开了它在这个其他语言里面的应用场景 那所以说对于社区来说 它也能够去吸引更多的这个其他方面的用户 其实对社区来说也是一个良好的正向循环 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降低这个用户的贡献门槛 也就是降低将用户转化为贡献者的门槛 那一个用户对一个项目的贡献 它最为直接的方式之一 其实就是去解决这个issue列表里面的问题 那但是这个随着项目的发展 你issue列表里面的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繁杂 而且这个对于首次贡献者来说 就是它可能对项目本身不是那么的了解 那这个它很难从这个这么多的这个issue列表里面 去选择一个合适的作为它的这个first contribution 那这就要求我们这个issue列表的维护者们 去维护好这个good first issue这么一个标签 那来帮助我们的首次贡献者去选择适合他们的问题 那可能有的朋友的疑问在于说 我不知道怎么判断哪些issue是good first issue 那当然比如说这个加文档啦 加测试啊这些 当然是很经典的good first issue 我个人的这个看法是 那个只要这个issue它不涉及到 你对比如说项目的某一领域要有非常这个深的了解 那也就是说即使从一个用户的角度来看 它也相对容易想出解决方案 那么即使这个issue的实现可能有一点复杂 那它仍然是一个很好的good first issue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issue它就要求这个 要求贡献者去创造一个兼容性的测试 来这个测试说派门产生的数据 能不能被其他版本的派门reader所读取 那这个issue再一看可能有点复杂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简单的测试光架的设计 但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从用户角度出发的问题 因为这个用户就是它不需要对派门本身有多么 这个就是详细的了解 它其实只要从它的角度思考说 哦我今天需要这个升级我生产环境中的派门版本 那我要怎么去测试它的这个兼容性 那所以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贴近用户use case的这么一个issue 所以说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good first issue 那用户另外一个比较容易上手的贡献方式 其实是写这个用户案例文章 因为从这个派门社区的角度出发 用户案例文章其实可以帮助其他用户 去更好地了解派门的其他用法 那帮助他们在自己的生产环境中使用派门 那从这个文章的这个作者的角度出发呢 写文章就是对它本身 以及它公司的这个就是声望 有一个比较好的帮助 那而且它这个写用户案例文章 其实也是不需要 他对派门有多么详细的了解 他只要很直白地写说 我今天用派门在我的生产环境里 解决了怎么样的问题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其实是一种这个门槛不高 但是其实效益非常大的一个贡献方式 那派门的一些PMC成员 其实也维护了这么一个微信公众号 那专门来收集这个相关的用户案例文章 那目前我们已经有近30篇的原创内容 来自十多家的不同企业的这个贡献者 那也欢迎这个感应群的朋友扫码关注一下 那总的来说这个吸引贡献者的 就是将用户转化为贡献者的这么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找到最贴近用户use case的 这么一个贡献方式 这样才能够比较顺滑地帮助用户 完成到贡献者的这么一个转换 那接下来就是我想这个简单地结合一下 判谋的情况来谈一谈我对商业化和客源的思考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多的客源项目的背后 它其实是有对应的商业化公司的 那这个虽然说大家参与这个阿帕奇项目的贡献 是以这个个人的这个名义来参与的 但是可能有的人他是因为他所在的公司 他可能有相关的业务需求 那所以说他会来参与这个社区的贡献 那特别是最开始将这个项目捐赠给阿帕奇基金会的 这么一个公司来说 它很难做到完全的那种用户发电 它一般来讲都会有这个背后有一个商业化诉求 但是接下来我们其实会看到的 商业化其实对于开源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坏事 那至少在派网这个社区里呢 我个人认为商业化其实是推动开源社区发展的一种方式 那在这个前年的这个会议里面 这个应该是郭伟老师提了这个开源软件商业化的三条路径 那去年的会议里面金子卫老师又把这个事再提了一遍 那我觉得两位讲的都非常的好 那所以说今年我想结合一下派网商业化的情况 再来谈一谈这个话题 那这个商业化路径的第一条就是对开源版软件提供技术支持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个用户就是使用了这个开源版的这个软件 那他碰到问题了 他购买了这个技术支持服务 那么商业化公司的这个就会有技术支持人员来解决他的问题 那这个典型的例子比如说Red Hat这种公司 这条路径的这个门槛是相对比较低的 因为他需求的其实只是那个技术支持人员对这个项目的一个了解程度 那他其实不需要其他的比如说软硬件设施 但是这个在国内可能仅仅愿意 就是愿意仅仅为了技术支持来付费的公司可能相对比较少 那更多的公司可能是说我专门招一个人 或者说我在公司里找一个人 然后来负责这个项目相关的事情 当然这个事情就是没有说什么好坏对错之分 这只是这个公司不同的商业决策而已 但是基于这样的现状呢 我们其实可以就是给这个路径加一个定语 就是说在公司内对开源版软件提供技术支持 那这样一条路径其实是很多开源软件 特别是从企业里面捐赠出去的开源软件的一个商业化的第一步 那派盟在阿里云的商业化他就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首先吸引到的是集团内 包括说电商然后物流以及这个广告等等业务团队的 他们的这个数据团队 那我们就利用派盟去提高了他们离线数仓的这个时效性 那降低了他们的更新成本 那同时也很极大的降低了 他们实施数仓的这么一个计算以及存储成本 那同时也利用这个派盟的流媒体的这么一个存储的这个特性 来帮助他们去解化他们的数据链路 然后来降低他们的维护成本 那在这个业务部门去认可了派盟之后呢 他们就会要求他们使用的其他数据产品来这个对接派盟 那通过这么一条路径 我们就能够将业务部门以及其他数据产品部门的这个同事 来转化为开源社区的一个新用户或者说新贡献者 那这样子就是我们就能够壮大我们开源社区的队伍 那在这个公司内推广了派盟之后呢 那相关的部门就会收到 比如说内部业务部门的各种各样的需求 那这些需求积累起来呢 就会变成社区版目前还没有的这个功能或者说优化 那这样子我们就走进了这个商业化的第二条路径 也就是售卖商业化版本 那拥有商业化版本的企业可能时常会头痛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要怎么平衡我的商业化版本和我开源版本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 那这个事情确实是因项目而已的 那这个比如说对于计算引擎或者说BI软件这种服务性的项目来说 它可能会更倾向于说我把一些功能把一些优化 来流到我的这个商业版软件里面 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它其实不影响用户因为 比如说因为成本或者说因为效率的原因 去在两个不同版本之间这个进行选择的这么一个流畅度 但是派盟作为一个存储格式它其实很难说 因为考虑到这个用户数据的这么一个兼容性 它其实很难说我专门在这个商业化版本里 对这个存储方式进行修改 那所以说就是我们目前这个内部业务部门提出来的功能 还有优化等等 我们其实都这个反补给了开源社区 那我想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开源软件里比较难得的一个事情 那既然你的商业化版本和你的开源版本的那个核心功能 它没有太大区别 那而且用户又很难单独为了技术支持来付费 那商业化的这个突破口在哪里呢 那这就谈到了我们商业化的第三条路径 也就是产品上云 那产品上云其实可以看成前两条路径的一个结合 因为客户他现在不再需要自己去部署这个社区版的软件 那他可以直接购买这个云厂商的 他已经给你做好的那个Servitless的商业化版本 那而且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他这个也不需要说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是可以找这个云厂商的这个 下应的技术支持人员来帮他解决问题 那么这样子就去节省了用户的 客户的这么一个部署以及维护的人力 那客户就能够更加专注在他自己的这个业务上 那对客户的吸引力其实是达到一个 一加一大约二的效果的 但是这条路径的这个门槛其实也是最高的 因为他对你这个项目的影响力是要求非常高的 而特别是对于派盟这样子一个存储项目来说 存储格式项目来说 他的商业是要依托于云厂商其他的产品来进行的 那所以说不仅仅是派盟这个项目本身的影响力 那这个相应云厂商的影响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派盟在阿里云的这个商业化 他就结合了包括VP 然后Max Computer Hologress StarRocks等等 这个一系列经典的这个数据产品 那我们希望是通过流逝胡仓这么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 来这个吸引用户 来帮助他们去打造这个 一个延迟和成本双低的这么一个数据链路 那这个虽然说这个产品上云这一步 看起来对这个社区的贡献好像没有那么大 但是你为了走到最后的这个终点 也不能说终点吧 就为了走到这个目标 那这个你商业化的这个前两条路径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商业化前两条路径 对开源社区的这个贡献也是必不可少的 那总结来说这个商业化和开源社区的关系 我觉得是虽然两者的这个最后的那个目标可能不一样 但是他们在路径上其实是有很大一部分重合的 那所以说至少在派盟这个社区里 我觉得这个商业化是推动客源社区发展的这么一个方式 那最后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派盟的这个未来规划 那派盟的未来规划主要还是分为这个功能和生态两个方面 那这个功能上呢我们会这个继续根据用户的这个生产场景 去进行这个开发 那比如说我们会引入这个Pocket或者ORC 这个Native的Reader和Writer 那这样子来继续这个加速派盟的这个一个读写效率 那或者说在这个分支功能里面 那我们将会允许这个用户的留作业和批作业 写入一张表的不同分支 那这样下游用户消费的时候呢 他会首先读到这个批分支里的准确数据 那如果他发现有一个分区不在这个分支里 他可能是比如说今天刚刚从留作业写进来的这个分区 那么他就会可以自动Fullback到这个留分支去进行读取 那这样下游用户其实无需感知这个上游的这个数据更新 或者数据盯正 他就能够去消费到这个正确的 而且这个时效性很高的数据 那再比如说我们将会支持这个Spark 4.0 以及这个Flink 2.0都有的这个Variant数据类型 那让这个数据户能够更好地 对非解构化数据做一些处理 那生态方面这个我们主要还是想要继续扩展这个应用场景 那为社区带来更多其他方面的用户 那这个派蒙的这个海外社区 目前还是一个比较有潜力的社区 那在海外的数据户格式中 这个Iceberg还是一个占比比较大的格式 那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将会这个推出Iceberg兼容功能 那让派蒙来产出这个可以被Iceberg读取的原数据 那这样对于Iceberg用户来说 他们就不再就是他们不需要改动他们的数据链路 也可以开始体验派蒙的相关特性 那再包括这个派蒙的这个Rust这么一个子项目 那我们希望这个通过这个子项目去这个 更好的去做这个派蒙的多语言支持 那希望打开派蒙在其他语言里面的应用场景 那派蒙在这个今年的十月份应该会推出1.0版本 包含这些所有的这个功能和生态上的这个特性 那希望为用户能够带来一个更加舒适的 更加自动的这么一个流适补偿体验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材质的分享 那我有几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首先就是我想问一下派蒙 它就是当前有哪些竞品 它的差异性在哪 就是它应该也是数据湖的格式 它跟iceberg湖底这种有什么区别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你刚才提到就是派蒙的国内社区比较活跃嘛 那它后面会比如说社区会 就是往国际化这块走嘛 如果它往国际化这块走 有什么比较好的落地的办法 或者什么途径这种 然后第三个就是商业化那块 就是 就是说它可能商业化的用户 它可能考虑到就直接就是来用你这个产品 它不会考虑背后什么开源设计啊这种 那派蒙是会做什么来让 因为商业化的用户来 也能反补到你的开源设计这块 谢谢 那我们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和其他数据户格式的区别 那正如刚才在这个 正如刚才在这个第一部分 这个简介的部分中说到 那这个派蒙的优势在于 它的一个高性能的更新和流失数据户 那因为它就是在派蒙之前的数据户格式 它的这个更新 它可能更多的遵循一种这个增量加全量的这么一个模式 就是它的这个更新可能是说 我直接把这个 那个增量数据去跟全量数据做一个直接的合并 那它这个合并效率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 那所以说派蒙算是应该是比较 就是派蒙一个比较大创新一点 就是在数据户格式里引用了 就是类似于RoxDB那种 那种LSM3这样子的一个分层的那个数据结构 那这样子去尽量去平衡它在这个读写之间的这么一个效率 所以说派蒙的这个第一大这个大优势是在于它的这个更新性能非常的高 那另外就是它对这个流失计算的场景的支持是非常好的 因为在派蒙之前 比如说包括说Iceberg它可能不支持 比如说产出变更数据 它可能流毒流血的方面可能会相对比较弱一点 那包括说它的这么一个时效性可能会相对比较弱一点 那那个Hoodie它可能说我支持流毒流血 但是它可能跟Flink的结合会相对比较弱一点 那因为派蒙是这个Flink的子项目发展出来的嘛 所以说它和流计算结合应该是目前所有数据户格式里最好的 那所以说更新效率和这个流失计算的这个结合 是派蒙的一个两大优势 那当然就是其实这个之前推特上也有人说 他看了派蒙的圆码 那如果这个Iceberg胡迪和Delta生了个孩子 那么它肯定是派蒙 所以说就是派蒙也是 也是就是在就是在其他功能方面 确实也是这个站在了其他巨人的肩膀上 那就是所以说去做一个更好的改进 那这个是派蒙和其他数据户项目的区别之一 那第二个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海外的这个市场 那就是因为说市场什么的 就是你一个产品想要被广泛的使用 那因为目前来说这个Iceberg确实是在海外 就是做的会比较好一点 那Iceberg可能派蒙在国内 目前是比较主流的户格式 但是在海外确实大家可能Iceberg用的更多 那你想要去这个比如说去撬动这个数据户的市场 那你肯定是要去比如说去让人家用更小的代价 然后能够体验上你的好处 所以说在这一点我们在生态上准备去做Iceberg的兼容 那所以说让这个Iceberg的用户也能够说 那个他不需要改动他的数据链路 然后就能够体验派蒙的功能 那么所以说我们希望从就是等于说就是让他们不需要有这种 就是欠一代价就可以来去做这个体验 那我们希望从这个方面来去打开海外的这么一个社区 那第三个你说商业化的用户对这个开源社区的这个反补 那其实是在这个开源项目商业化路径的这个第一条 那也就是说商业化的用户 他其实也是开源社区的这个用户之一 然后因为特别是像派蒙这个项目 他的这个商业化之后 我们在阿里云的商业化可能更多的是和这个阿里云的其他产品的这个对接 那本身的核心功能 他其实大部分和这个开源版本是差不多的 那其实一方面是我们这个商业化用户 他也是开源社区的用户之一 那另外一方面是商业用户 他会去推动他的数据产品部门来对接派蒙 那么数据产品部门为了对接派蒙 他肯定要对派蒙有所了解 所以说他们也需要成为这个开源社区的这个贡献者 那才能够去更好地对接这么一个项目 那所以说这样一条路径 是这个商业化反补开源项目的路径之一 好 谢谢 谢谢 大家还有问题吗 这个数据胡适包含结构化 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是吗 对 当然在那个就是目前的应用场景里面 确实还是结构化半结构化的数据就是用的更多一点 哦 那他们都是用LSMtree去存储吗 我们有很多的存储的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底层有很多存储格式 那就看你的这个应用场景 那比如说我是那种 比如说那种计算 比如说商品销量这种 就是和主件比较相关的这种主件表 那它是LSMtree 因为LSMtree它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更新功能会比较完善一点 那比如说你是那种传统的离线数据的分析 就比如说我不需要更新 我就只需要写入数据像Hive那样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也有这种非主件表的这么一个格式 那这个格式和LSMtree这个又是 等于说又是不一样的 那刚刚提到LSMtree它只是说 因为派蒙的一大特色是更新性的 所以说专门拎出来提了一下这个事情 哦 因为我看到有几个特色 一个是实时更新 然后还有是留P 哦 P 有留P一体吗 哦 对对对 哦 有留P一体 然后还有OLAP 感觉这个就已经 它是否能替代传统的数据库了呢 呃 你说的数据库指的是那种MySQL那样子的 哦 比如说 对对对 哦 这个因为大数据和数据库 它这两个事情就是本身离的还是比较远的 因为MySQL那种我们可能是讲说OLTP 就是它对那个 一个是它对这个时效性 这个应该不能叫时效性了 因为数据库要求你写下去的数据 比如说毫秒级我能够立刻查出来 然后另外数据库对这个对这个数据的这个准确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那就是所谓的transaction嘛 那所以说数据库它是一个可能说是一个就是就是高应该说高throwput 就是它的这个每秒就应该说QPS它会很高 但是它的这个整体吞吐量是比较低的 这个是数据库的特点 然后因为它要保证正确性 然后但是这个大数据它是和数据库目前还是相对比较分离的两个方面 那大数据它的这个延迟可能比如说时时计算 它是在秒级的延迟 那比如说派文在流失数据库 它可能是一分钟延迟 那再比如说以前的离线数仓 它可能是小时或者天际的延迟 那这个在数据库里肯定是不能忍受的 但大数据的好处在于它的这个整体吞吐量是非常大的 那比如说大数据我一天处理 比如说10T 100T这种都没问题 那你一个数据库你是根本存不下10T数据的 那所以说目前这个数据库和大数据还是相对比较分离的两块 当然有人在做那种融合尝试 但是目前可能做的还不是非常好 所以核心主要是现在数据库会比数据库读的更慢一些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就是应该说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场景 就是你如果说数据库应该是跟原来的这个 就是传统的那个比如说数仓那样子去比较 就是跟比如说可能跟20年前那种 从那个比如说Map Reduce那个 或者说Big Table 就是那边一条路下来的 就是可能和我们比如说平常课本上就是看到的My Circle那种数据库还是目前还是两个场景 好的 谢谢 你好 我想问一下现在我看拍门社区有那个拍门Rest吗 我想问一下这个拍门Rest后续是想问哪方面发展的 拍门Rest目前还是一个非常新的子项目 就是可以说它的这个目前就是基本的功能还是不完备的 就是它可能读写上还是可能根本都还不能读写 就是这个子项目它大概是可能一个月前左右才刚刚开出来的 所以说目前的主要目标肯定是先把代码写出来 就是先先写出能够读写这个符合拍门格式的代码 那这个应该是目前的首要目标 那之后可能说去探索比如说在Rest里其他的应用场景 但是这个可能是就是说更之后的事情了 就是目前的首要目标还是说得先把这个基本的功能实现好 因为Rest方面它其实已经有一个相当于明星产品 然后它的数据格式也有那个Aero 就是后续的话就是我们是使用的那个 IOSM去的存储格式吧 那后续 Aero和数据壶它也是两个方面的事情 也有两个方面 就是数据壶它简单理解来说就是就是数据壶 数据壶格式它是以底层的比如说Pocket ORC这种格式为基础 其实其实有点像刚刚说的这个GraphAR那种 就是它的底层文件还是Pocket ORC 但是它在上层比如说它写自己的原数据 然后它对这些这个文件之类的它进行一个整理 那形成了所谓的这个数据壶格式 那它和比如说Pocket 这种就是等于说还是上下层的关系 那Aero它又是一个它是一个不同语言 比如说它可能更多应用场景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这个 比如说内存的数据交换这样子 那这个又是和Pocket的另外一个应用场景 所以说这两个还是不同的场景 好的 谢谢 谢谢 看来 meer 这样 这是